Hello 大家好,我是Anson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设计 地址位于天水围 Redland Seasons Park 而它的面积大约六百八十尺 他们的家庭成员有父母、三个小朋友和一个工人姐姐 今次的设计我们会利用很多不同的物料、不同的灯光 带出这家屋的层次 重点一提,因为这家屋的客厅的天花高度比饭厅高 反而我会利用了这一点 在饭厅上用了木板做了饭厅的假天花 再而在客厅的阵面上用了一幅大镜场 目的就是增强彩光和作出一个空间的反射 形成一个空间有趣的对比 为了在家庭成员都有各自的天地 空间的规划就很重要 我亦都善用了很多空间 例如主人房 我们亦都做了很多储物地台 甚至来说我们都利用了电视机的电视柜 其实它有内有乾坤的 拉出来就是一张小凳 其实是给两个小朋友 可以在不看电视的情况下 利用电视柜做一张书桌 也都在走廊那里我做了大量的书櫃 目的都是希望小朋友可以随时随地 拿到一本图书去阅读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么多了 当然其实如果大家都很有兴趣 或者想知道住的地方 我们有没有计算过 其实我也欢迎你就可以PM我们 留言给我们 看一下我们会不会 继续拍多这类型的YouTube 可以帮到不同有需要的人 因为有些人想装修 可以看一下设计师 怎样可以将一个屋可以怎样利用 所以其实如果你们的留言 你告诉我想做些什么 或者有什么盘 而我们有做过的 那我们就很乐意地为大家 去分享我们的设计 或者可能说一下 这家家的优点和缺点 等你在做决定之前 就多一个选择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们继续支持 分享和订阅我们 谢谢大家 拜拜